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唱歌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所以我们要根据歌词 将这些词的情感给表达出来 比如说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那你唱的时候就不能把它分割出来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唱的时候就不能够分割 另外比如说心上人 你要往心里头唱 你不能够放开嘴巴来唱 心上人 好像唱的不是心上人 那你就要收敛着唱 心上人 往心里头唱 就比较有心上人的感觉 另外比如说 咳嗽的音有时候也需要用上 我们这咳嗽一下 手音要用上 比如说 有这么一句歌词 就马上就揪心了 带了一点咳嗽 唱歌是情感的表达 根据歌词要表达不懂的情感